这个是一个高速公路 头顶上是140高速 方向右就是布鲁塞的方向 大概也就20公里左右 然后这边因为靠近森林 大家都在徒步 所以这个高速的底下 这个立交桥下面居然停满了车 因为今天大家都出来了 就像春天秋天好天气的周末 大家就出游一样的 出来踏青 然后到大自然里面去徒步 接近大自然 然后前面这 这就是一条国道 也是路边停了好多车 你看下面停的全是车 我们车停在这儿的 这边有个小停车场 平时在连个车影都没有 因为这还是完全远离城市的地方 但是今天你看的路边停的车 多多呀 这全是车 我们往上走一走 往右边往上走一走 我看那一段 那个叶子落得挺好看的 我们车在那儿 刚才还正好过来 把也让车出去了 再就要空了两个位置 很难得啊 你又看到什么了呀 维特拉 法比亚的旅行吧 这条路没走过 那有一个大C4比加索 土啊 这条路还没走过呢 你看这种地方就是给老百姓 那个徒步用的 所以机动车是禁止死路的 但是可以骑嘛 遛狗 骑自行车徒步 这还是入口 好多人骑自行车啊 你瞧这个满地的落叶 秋天的味道多么的浓郁啊 深秋了 这叶子都快落尽了 马上就要冬天了 他走到前面就能看到多么路了 我都没怎么往这边走过 这边市民太大了 裙坏 这个高处级骨的地方 升级 沿泥高的公路 咫尺之遥 居然连隔离藏都没有 人可以上折道高速 哇 那辆宝马的摩托车 这是栗子 栗子发芽 你看这么大了 这个巷子发芽 我们就应该把这两棵都带回去 它们叶子长得差不多 一个是绿的 一个是红的 像是栗子树 奇怪 它自然这样掉下来的话 它得到叶子表面 它一层一层的浮土 怎么能埋到土里面长起来呢 它发芽之后 自己长了芽 刚才一片乌云 一转眼乌云又被吹走了 现在又是蓝天白云了 上午刚出来的时候 上午刚出来的时候 几乎天上一丝云都没有 然后一转眼 然后云就多了 现在是乌云 现在是蓝天白云 今秋的秋天天空 都好看 刚才那种是荷兰的那种风格的 那个自行车 小孩子坐在里面 那个自行车特别贵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也是属于河宇区 荷兰文化比较浓厚 属于低地 低地文化 满地的落叶 旁边就是高速公路 水平均的距离 添加水平均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